今天是8月4号 周日A股明天就要开放了 这个周末对股民来说是非常难熬的一天 去年股市大跌 再加上我们的利空消息也是非常热的多 应该说利空不断 那在这种环境下A股到底会怎么走 其实在昨天爆出了一个大消息 外媒爆出了今天密文 真还是假 如果是真的 那股民真的很受伤 外媒说我们的转融通数据全靠造假 然后卖出后还钱就可以了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一看这个我就觉得郁闷了 如果是真的话 那这种事就非常之严重了 但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现阶段你会发现我们上了一个新的副主席 那么马上就有两个大佬被查了 一个是某交易所的副主 一个是某地方证监局的领导 那这两个背查背后到底有何暴力 对整个股市有什么影响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盘灭做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 评论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不简单 外媒在此刻爆出这样的消息 其实他的用心我觉得是不良的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猜一下这个数据 不可能是造假的 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某一些领导 某一些大老虎 他可能违法违规了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大佬被查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个数据全是假的 这个说不过去 说不通 那外媒在这个时候爆出这类数据 说明什么 我觉得他有几个意思 大家大家看对不对 实际说现在全球市场一片哀嚎 全球市场都在下措 都在大跌 对不对 那么对一些资金来说 他就会流出这些高位的市场 比如说日本的市场 比如说美股的市场 对不对 因为这些资金 他本身就是足利的 你要在高位里出去撒跌了 出去跳水了 他不跑出去 难道他去站岗吗 所以这些资金就会流出去 那么流出去干嘛 流出去他肯定要去什么 他肯定要去 找其他地方买入 找其他地方继续的赚钱 那现在全球来看 只有中国股市所谓低位的 中国股市没怎么涨 对不对 你看其他股市都涨到天上去了 但是外媒在此刻爆出这样的事件 爆出这样的一些小小作文 用心可以说是非常之不良了 他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原理 我们的股价高 我们股价跌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涨太多了 调整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想去低位去抄某些底的话 那你还是在小心点 他们的数据是假的 是吧 是不是想透露出这样的信号 我觉得这些外媒也好 外资 他们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反过来透露 反过来在想 这无疑不就是不就是什么 不就是东方大国与什么 与传统强国漂亮国之心的博弈吗 对不对 漂亮国现在顶不住了 顶不住他这个什么他在降薪了 他的美元 你看他在降薪了 美元折入了 那美元折入的话 我们人民币是不是走强了 那人民币走强的话 是不是全球的资金就开始什么 就开始转入到中国来了 是不是开始就抄底人民币了 抄底中国股市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 那也就是说在现阶段 大家都在坚持 美股在坚持 美国在坚持 中国在坚持 中国人中国的股也在坚持 就开始坚持不住 对不对 你美元加息加息 我a股我人民币降息降息 现在我们人民币利率是在什么 1 对不对 1.7的 比如说507的是1.8 1.7的是1.35 其实这个利率相当低的 我记得在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利率达到 三点几 三点几 如果你存钱的话 你存银行里面 是吧 1万块钱有300多块钱 现在多少 现在100多块钱 降了多少 达自己想 自己去批 对不对 那么我们老百姓确实是难过 利率下降 以后经济不景气 大家都在什么 都在苦苦的挣扎 都在挨 但是我觉得美美国也一样不好过 大家知道吗 前些天爆出数据 美国的负债达到35万亿 朋友们负债达到35万亿 这什么概念 你去看一下它的GDP 你就看一下GDP 一年不吃不喝 它是多少GDP 你觉得能不吃不喝吗 所以美国他每天一觉醒来 要付出多少的这个赞利 这个利率 你多少这个利息 你算下35万亿 35万亿 你想想 它的利率我们不算多了 他就算他是债券 对不对 就算他是债券 两个底的这个利率左右 那你想想 一觉醒来 一天要付出多少亿的这个利率 所以他有点坚持不住了 他是靠美元收割全球资产的 你像与他息息相关的 这个日本东京的指数 就出大跌了 暴跌了 对不对 现在又传出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跟漂亮国也有关系 他的小弟什么小弟呢 英国的 英国的新手上爆出数据 他说就是英国已经破产了 国家破产 前段时间也要爆出说 英国某个城市破产了 现在爆出说 英国国家破产了 那什么意思 就说他英国 账面上的钱 没有了 还欠了 多少钱 现在爆出数是200亿英镑 200亿英镑的话 大概相对人民币的话 是1800亿左右 这对我们中国来说 这个算的啥 想起水老板 2万多亿的 2亿的负债 1800亿 算个啥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他负债是国家的负债 并不是我们某个行业 某个企业负债 像我们的话 是吧 老板负债2万多个亿 但这是我们国家室友去的 我们国家室友是吧 是有能力支撑的 但是你要是国家负债 那这个 那这个钱谁来还 国家本身就没钱了 那么你想用其他地方来还 还得起吗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不够说这个世界背后 是有存在在某些政治的目的 当然这些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说 关于政治方面来说 这个不能谈 但是从经济方面来看 全球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股市在高位货币在高位 那 再加上这几天爆出的数据 美国的这个数据不及预期 不足预期的话 那迪旦在9月份降息了 将加速股市的下跌 加速资金的流出 所以他的资金流出 他的股市下跌 对全球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 给全球的这些资产会出现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说别的 就说苹果 苹果是全世界最流的几家这个企业之一 他的市值一直稳定在3万多亿美金 之上 但是从这两天爆出的数据 股神巴菲特公司 减持 苹果的股票 减持了 大概50% 套现的金额是700亿美金 朋友们 7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的 这是响食品 想想到人民币多少 4000多亿 巴菲特在高位减持的 美国苹果 苹果要是顶不住的话 迎来一个大跌的话 会怎么样 不敢想象 所以他如果大跌的话 会引导整个美国科技股的一个下措 现在的问题是相对说比较严重的 再加上周末的 英伟达也出现重磅的利空 英伟达出什么利空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他最新的芯片 由于这个 什么 由于这个 设计设计研发出了点问题 推迟发售 而且还会遭到是吧 法案垄断检查 那这个目前来说还不知道 还不明确 但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重磅的利空 对整个市场来说 又是一个深水炸乱 那我觉得 美股一崩 科技一崩 全球其他市场是不是也会跟着崩 所以综合当下的盘面 我们的A股也是属于一个风雨飘渺当中 在全球市场 大跌出现重磅利空的情况下 我们本来是什么是有希望 稳住了国家的护盘的 但是外媒又爆出了这一个今天的大消息 其实现在的用心 大家这么一看就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博弈 这是一个高层方面的博弈 我们作为普通的股迷 散户是没有办法去 去什么去参与的 我们能够参与的就是我们的账户 我们账户能不能赚钱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朋友们你要记住一个细节 我们A股的涨与跌其实现阶段 跟什么有关系吗 跟高层动向有关系 并不是说股市本身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股市在前几年也不涨 但我们的经济在前几年是世界第一 有句话怎么说的 股市是经济的前预表 但是在中国股民身上就没反应过来 在中国股市身上就没反应过来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股市 它还是属于一个 高层引导的股市 这会说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了 所以你不要太担心 A股会出现像美股那样的大崩盘 我告诉你 如果它真的出现这种什么 大的撬水 大的沙地的话 后一问我们的某队就会买买买来 护盘 来支撑我们的股市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可能说没有一定影响 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的 但是随着 新的方副主席上来以后 你会发现动作很频繁的 那 测读出的信号是我们的高层 要什么 要对整个 镇监系统 迎来一个大戏盘 迎来一个什么 一个反腐的动作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信号 说明了我们股市的改革 近在眼前 同学也测读出一个信号 我们股市里面 做空的这个方向很有可能做出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 方的主席 他是设计的或者说是推广 做空的一个主要的推手 然后就 上交所的副领导 以及某证监局的这个局长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担任着说 关联的一些关系 担任着一些推度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些背后 其实透露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高层要什么 可能要拿做空做文章了 如果A股再这么跌下去的话 我觉得 随时都有可能限制做空 大家觉得 当然 你如果说A股没有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A股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周末又有几十家 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的消息 我说了这是A股最大的问题之一 担心的名表 大股东上市公司老是在减持减持减持 感觉他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减持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真的很难 有人会说 哎呀 这个减持不是不是上面说了整个限制政策吗 对吧 你的分红不达预期的不能减持 但是我告诉你 他通过变相的减持 什么意思呢 通过巡价 通过大众交易 让这些基金私募去接盘 大叔发现了 那么基金私募接在盘以后 那基金私募有什么事物亏钱呢 但是基金私募亏钱呢 包括我们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行业亏钱 但是他们亏钱不要怕呀 他可能跟这个上市公司之间是不是签了什么协议 这样是吧你帮我接盘我给多少钱 然后呢反正是亏的钱 又不是他自己的亏的钱是什么是基民的 是不是啊 所以在背后存在的猫腻没有 不管怎么样啊 目前的A股确实是属于一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能做的 我告诉你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要相信相信高层 相信国家队 你跟随国家队的步伐 国家队买了总没错吧 国家队去的方向总没错吧 带着呢